五十幾名員警晚間集結在台中 知名金錢報酒店前 戴上手套口罩整磚外發 金錢報一樓舞廳停業 但二三四樓登記視聽娛樂業 所以KTV夜晚正悄悄開業 但同樣屬於實名之規範 違者照樣得開罰 用包廂為單位 兩個人三個人 他們就具實的填寫 包括寫體溫 寫名字 還有寫通訊的電話 台中除了酒店五廳停業以外 其餘八達特種行業實施實名制 警方突擊檢查 引申在大樓內部的KTV 內部員工人公文的 然後就是客人 但因為我們還沒有客人 你今天都沒有客人 還沒 錄起來 那你們幾點開嗎 幾點開嗎 我們已經開本了 只算還沒有客人 晚間開店一個多小時 無奈生意慘淡 沒客人就是沒客人 實名制登記表空白一片 包廂也空蕩蕩 還有點燃這個 不能使用鉛筆 嚴格實施消費者實名制 台中市超前部署一連兩天 集結盡力積查各式KTV 就怕有漏網之餘 另外知名酒店金錢爆 二三四樓照常營業 也是零檢重點 就怕酒店五廳關門後 KTV意外成為防疫破口 就陳世緣文章 謝雲禎 台中採訪報導